哇,这个真的好好吃哦 最近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在家学着制作桑叶凉粉 但是最后发现根本不会凝固 今天我就把正确的详细做法分享给大家 只要多做这一步,人人都能成功 姐,你在干嘛? 在点桑叶做豆腐 这还能做豆腐啊? 对啊,你不知道啊 今天就做给你尝尝 再把桑叶清洗干净 再把桑叶放入扑鼻子葱打碎 加入一点清水让它能够打得动 打好的果汁倒入沙赖中 再过滤出生叶汁放入盆中备用 再烧点草木灰 我用的是稻草 没有稻草用其他的枯草或者素枝也可以 烧好的草木灰再加入清水 再给它充分搅拌均匀 再把炒锅灰水倒入沙赖中过滤一下 过滤出灰水 再把准备好的生叶汁和灰水倒入锅中 再加一样东西就是这个白凉粉 我们把白凉粉倒入锅中 然后把它充分的搅拌均匀 再用大火给它煮碎 披去表面的浮沫 煮开后我们再把这个水 放入无油无水的大盆中 然后盖上盖子静置三个小时以上 时间到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双咽凉粉 好Q弹啊 用刀把它划开 然后取出一块 大家看一下 这个双咽凉粉特别的Q弹 我们来尝尝怎么样 给它切成小块 再加点蜂蜜 哇 看起来真的好好吃啊 吃起来冰冰凉凉的 口感非常细腻爽滑 而且自带一股清香味 真的非常好 做法就是这么简单 你们学会了吗 喜欢的朋友 赶紧收藏起来 你也试试吧 如果这样还不成功 告诉我地址 我到你家做给你吃 我是爱分享的米奇 关注我带你了解更多的农村生活 我们下个视频见